好 退一步海过天空 人生很美丽 何必执着呢 美丽的包括这个花博 开幕倒数43天 今天有这么一个花博故事馆曝光了 里面说的故事 就是百年前有钱人的生活故事 馆内有700多件古董珍宝 而为了这些宝贝呢 花博总共投保保险2亿元 里面有像是英国贵族用的餐桌 Tiffany的百年台灯 而令人跌破眼镜的是 最大咖的赞助人 他是艺人张姓哲 那是100多年前的 拿在手上会不会紧张 当然要紧张咯 要是市长的手一滑 摔坏了 可是得捧上百万元现金来赔偿 花博将台北故事馆 打造成100年前 台湾名人贵妇的时尚生活 走进故事馆 走入了时光隧道 别小看这些古董家具 花博为了他们投保2亿元的保险 赞助最多的大户就是艺人张姓哲 像是这一组翡翠绿 维多利亚风格的百年法式沙发 是张姓哲的最爱 彩色玻璃相亲而成的古董灯 则是知名品牌Tiffany的精心杰作 就连英国乔治王朝时期专门给贵族在使用的餐桌椅 也是张姓哲的珍贵收藏 他为了赞助花博 搬出了心爱宝贝37件 样样都是精品 古迹不只小 而且非常的脆弱 所以过去几年多 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个限量的参观 整间古董馆总价值多少 花博办公室高声秘 不透露 但实在是样样皆贵 要控制参观人数 就怕人太多 一个不小心 谁都担待不起 这是转程一帆 台北采访报道